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4月23號禮拜五 早早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一下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話說近來 大陸就有一項經濟數據出台 這項數據就叫做居民槓桿率 是怎樣計算出來的 就是將整個國家的居民負債總額 除以國內生產總值 即是GDP 所得出來的比率就是居民槓桿率 大陸的央行在上個星期就公佈了 受到疫情的影響 中國的宏觀槓桿率出現了階段性的上升 其中居民槓桿率達到了72.5% 比起去年同期 升了7.4% 當然這個數字 就是相當誇張 但是如果計算過去的五年 中國的居民槓桿率增幅 跟其他國家比較 就更加厲害 中國居民槓桿率過去五年的增幅達到22% 在全球43個主要國家當中 是最高的 遠遠超過了美國 美國就只有1%都不到 日本就7.2% 德國就是4% 換言之 在過去五年 全球主要國家的居民槓桿率增幅 都不夠中國那麼厲害 這個居民槓桿率就是 居民的負債總額除以GDP 中國的GDP就年年都升了 所以這個意味著 其實居民的負債也升得很厲害 其他的國家 雖然也有升 但是 居民負債的比例 沒有中國那麼強 因什麼解救 大陸的居民槓桿率會升得那麼厲害 主要就是有三個原因 第一 就是大陸的樓價上漲 導致居民的債務水平上升 第二 就是大宗商品的消費明顯增加 例如買車 第三 就是信用卡透支的 增幅非常之大 先說一下大陸的樓價 根據紐約 CEIC數據信息公司的調查顯示 從2015年到2019年期間 中國的樓價 是只升不降 平均每個月的增幅是超過7.5% 這個當然是很厲害 一個月就升那麼多 但是 之前大陸明明有媒體揭發過 是有鬼城現象的存在 最出名的鬼城 就是位於內蒙古的 鄂爾多斯 整個城市 都沒有人入伙 沒有人去住 全部都丟空了 你說樓價上升 事實上 二手樓市的 成交量又是怎樣 這是很重要的數據 可以看到究竟他是交頭很活躍地這樣升 還是其實 是乾升 我們又可以比較一下 找最近的廣州來比 廣州 二手住宅的成交量 在今年2月 有10,132宗 廣州很大 10,132宗 不僅是市區 是包括花刀 增城 松花 番茹 藍沙 這些地方 整個廣州市來算 一萬宗多一點 只是計香港那麼大 在2月的時候 二手買賣有 4572宗 即是廣州的二手住宅成交 大概是香港的兩倍多少少 一萬宗兌4500 但是廣州的面積 當然大香港兩倍也不止 人口更加不止 是幾倍 所以大家看到是不合比例的 再看看二手盤 香港大概有 25,000多個 這個數字已經是 包含移民潮的因素在內 因為多了人放盤 廣州 是接近10萬個 是差不多四倍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 似乎 只是說廣州 樓市 如果你買了樓要脫手的話 相比香港是難很多 香港如果你走去 地產中界那裡掛牌 是適合價錢 甚至乎是低於市價 很快就能夠成交了 廣州行不行呢 所以大陸說那些所謂 樓價上升 究竟你那個上升是 真的上升還是乾升還是怎樣 大家自己去判斷一下 而且大家看看過去的20-30年 不少香港人去投資 大陸樓市 都是損手爛腳的 你說有沒有人賺錢 一定有的 正如開賭場 如果沒有人贏錢 就不會有人進去的 贏錢的人一定是有存在的 只不過輸錢也大有人在那裡死 有些去買 樓花爛尾 有些就算起好了 整個區域原來都沒有發展 管理公司又管理不善 終於搞到整個屋苑好像死成一樣 又有 那些租就租不出 賣又賣不到 所以 損手爛局也大有人在 根據央行的統計數據顯示 截至去年年尾 中國的個人住房貸款餘額 大約是34.4萬億元 佔了個人貸款的54.5% 即是中國的個人債務當中 有一半是拿來供樓的 借貸買樓的 到底在這群人當中 有多少是接火棒的呢 可想而知 第二個因素就是 大宗商品的消費增加 事實上 汽車的銷售數據 除了去年因為疫情有所影響之外 在今年也是回升 在去年年尾 其實也開始升 第三件事就是信用卡透支 根據央行的數據 截至去年年底 中國信用卡的 應常信貸餘額 是7.9萬億元 當然啦 對比起買樓 就少很多 但也是一個重要份額 7.9萬億 其實已經達到了 美國信用卡貸款餘額的 1.5倍 根據2019年 中國消費年輕人 負債狀況報告顯示 信貸產品的滲透率 在年輕人當中 已經是接近九成 其中接近一半的人 就是實質負債 即是說有很多年輕人 就是先洗未來前 就洗腳不抹腳 理財不善 一給信用卡就亂動 可能有些人就走去買一些奢侈品 又不奇怪 有些人就走去 尤其是那些宅男 沒有東西做 就去玩那些所謂手遊 那些手機遊戲 不斷課金 又或者玩一些抖音 不知道什麼apps 有些叫做打上功能 硬付錢的又有 報紙也賣過很多 反正就全都在不等洗的地方 實情大陸有六億人口 每個月的收入只1000元人民幣以下 要付債用什麼才行 尤其是拿著手機 亂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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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都很容易1000元 即是說那些玩手機遊戲的人 當然我們也大部分不玩 或者看得我這個節目 益友都大部分不會太愚蠢 但是大陸有很多這些人 所以搞到有些年輕人是負債累累 另外有部分人還不起錢又如何? 就還最低的還款額 搞到這個時候 就很容易泥足深陷,萬劫不復 因為最低還款額之外的錢 全都是計複利率 那條數很耐用計 一路累積下去的時候 那條數會很耐用計 大陸的居民槓桿率這麼高 不少人就會質疑 到底大陸搞什麼經濟內循環 是否撐得住 其實大陸的國內消費相當疲弱 根據法國外貿銀行投資管理公司的數據顯示 在今年的第一季度 中國居民的家庭平均消費傾向就是61.4% 在2019年第一季度就是65.2% 就是說中國的消費增長 仍然是未回復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抑制國內需求的因素就有很多 其中一個就是疫情的反覆 比如說當有新病例出現的時候 大陸往往就會採取一刀切的方式 甚至乎是會通過行政命令封城 很大程度上就會影響居民的消費信心 和商業的重啟計劃 而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 經濟學家艾西亞就說 中國的經濟 未來能不能夠更快地實現全面恢復 尤其是居民消費能不能夠完全趕上居民收入的增長 就好取決於中國的疫苗接種進度 如果按照這位專家所說 看怕大陸要全面恢復的經濟 都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 因為大陸的疫苗接種率 到現在還未上升到一成半 至於第二個因素 就是中國的人口老化 中國人民銀行近日發表的一篇論文說 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當中的比例 今年就會達到百分之十四 在2000年的時候是百分之七 2019年的時候是百分之十三 另外中國央行的顧問蔡芳就說 中國的總人口會在四年之內達到頂峰 將會造成消費需求大幅下滑的開端 到了2025年總人口進入負增長的時候 更加會開始出現需求短缺 我最近看到大陸央行有一篇工作論文出來 那篇論文的主題就是 應該全面開放和鼓勵生育 其實裡面所提及到的東西 都是說中國人口老化的問題 以及人口老化之後所出現的一些經濟問題 事實上來說 大家看到日本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人口老化問題一出現的時候 就會帶來兩大負面影響 第一就是勞動力下降 第二就是消費需求下降 兩件事都是對經濟構成相當大的打擊 現在他們說要鼓勵生育 但是老實說 那些人在城市居住 部分人不是叫他就去生育 尤其是當生活水平提升的時候 很多人是不願意生育 因為你多生一件出來的時候 你是要養育 不是生了出來就算了 你一養育的時候 就會造成財政負擔 比如說一個家庭 他一家三口 每個月能夠支配到的收入 就是一千八百元人民幣 他每個人平均算是否有六個水可以用 如果他多生一件 每個人只剩四百五 再多生一件 五三一十五只剩五百多元 所以那些人不願意生育 窮人例外 因為他本身一窮二百的時候 多生一件也無所謂 所以現在全球出生率最高的國家 全部都是位於非洲 最低那些全部都是富庶的地方 這是不能夠逆轉的 就算你現在說開放給那些人去生育 他都不願意去生育 現在不需要搞什麼計生辦 根本就是那些人都不願意去生育 所以大陸有時候 那些一刀切的政策 很多時候都是觸從的 好,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